很多民众都在今天返乡亲民扫墓 而今天4月4号也是儿童节 行政院长江一化就率领数十位行政官员组成了一支棒球队 与台北市东元国小球队进行友谊赛 场面十分有趣 内阁官员在儿童节这一天 脱下西装换上球衣组成一支棒球队 和国小学童来一场友谊赛 赛前免不了先来暖个身 官员跟小朋友一起跳伸展操 动作稍显生硬 嘉一化第一棒上场打击 推棒姿势虽然有点不标准 不过靠着擦棒球 与对手传球失误顺利上磊 教育部长蒋伟宁则担任先发投手 一局就丢了三分 还送出一颗触身球 打在小球员身上 嘉一化随后上场替补投手 虽然没有掉分 不过也丢出一颗触身球 把球员的眼镜都打到地上 丢出触身球 嘉一化赶紧上前关心 好在小球员没有什么大碍 嘉一化也因此改成去守外野 也许太久没运动 平常公事繁忙的内阁官员 各个满头大汗 嘉一化还在场边请医护员帮忙冰敷 今天是儿童诀 能够跟我们这么多小朋友一起打棒球 真的是很快乐的事情 有没有觉得老帮队都拼了 已经都拼了 你看我们这么多人 这边又是冰夫啦 又是在那边挂柴的 我们其他队员倒是有练习了两次 我只练习了一个中头 所以不好意思 但是下次还会再改进 六局打完 最后比数12比5 那个官员输给小球员 比赛胜负不重要 毕竟两次队伍 平均年龄差了40岁 最重要的还是振兴国球与带动棒球热 新唐领的电视 陈辉默柳姿营 台湾台北报道